就在方长不负众望帝帮联盟从企业那拉到一笔巨额投资之后不久 乘坐钢铁之星号前网络夜城视察工作的楚光 总算是见到了来自秘欢王国的使团 很显然 流离于战火之中的他们并不清楚 钢铁之星号已经被联盟夺下这件事 他们对联盟的了解还停留在数个月前 因此 当看到那艘巍峨的飞艇出现在上空时 依众侍卫惊慌帝差点又闹出了笑话 不过在看到了这艘飞艇之后 萨莫心中的一些困惑总算是有了个模糊的答案 这艘飞艇曾是麦克伦将军的作家 曾有传言 猎鹰王国的国王 将一名王室成员许配给了军团的将军 只是没想到 那个王室成员竟然是国王的王妃 飞艇缓缓下降了高度 楚光在通讯频道中 向马般简单地询问了那使团的情况 然后便爽快地邀请远道而来的王子和公主 登上了她的飞艇 包括猎鹰王国的特雷沙王妃 楚光也将她请了上来 自从将她放到流民营地工作 转眼都过去两周了 她有点好奇 这位王妃夫人改造得怎么样了 飞艇的剑桥 刚刚乘坐电梯登上飞艇的萨漠还有些不适应 也许是从来没去过这么高的地方 她的脸色微微有些发白 不过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 这位略显稚嫩的少年 还是从容不迫地微微躬身行了个礼 尊敬的管理者先生您好 我是秘欢王国的代理国王萨默 秘欢 旁边这位是先王的小女儿 也是我的亲妹妹 阿福尼 秘欢 您好 管理者先生 您可以叫我阿福尼 或者妮妮 一旁头发微眷的小姑娘也行了个礼 用清脆悦耳的声音说道 听到秘欢这个词 楚光总忍不住想起平头哥的表情包 然而 眼前这两位都是依附若不禁风的样子 怎么看都和那种不是在干账 就是在去干账路上的生物不太搭边 楚光 联盟的管理者 严谨一该地做了自我介绍 楚光用眼神示意特蕾莎无须多礼 接着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眼前的小王子和公主 虽然看不出来两人的年龄 但感觉应该不是很大 能穿越整个战区 从三号绿洲跑到这儿 属实有点不容易 就在他正打算说些什么的时候 阿福尼忽然眨了眨眼 翠生生地开口说道 您和画中的那位管理者先生完全不一样 画 楚光饶有兴趣地抬了下眉毛 嗯 阿福尼点了下头 怀中抱起一本画册 上面画着关于您的故事 萨莫一见到那本画册 顿时表情尴尬地想要阻止 然而阿福尼已经将手中的画册递了出去 并提着裙摆行了个宫廷礼 这本画册是从集市上买来的 希望您不要怪罪我们 哈哈 怎么会 楚光爽朗地笑了笑 是一镜卫队长旅北将画册拿给自己 竟然有人把自己画成了漫画 有点意思 楚光翻开画册 想看看沙漠居民们想象中的自己是什么样 然而刚翻到第一页 他就差点没被那扭曲的画风气歪了鼻子 干 是哪个画师造的孽 把爷画这丑 虽然他倒是有料到 信息会因为传播距离太远而走样 却没想到直接给他整了个容 话说他啥时候留过那么长的胡子 而且动力装甲没头盔的吗 谁会摘了头盔打架啊 还有四个儿子是什么鬼 楚光第一反应肯定是哪个玩家造的谣 紧接着便锁定了第一嫌疑人是蚊子 第二嫌疑人是尾巴 不过抛开画风不谈 内容还挺有意思的 有超级英雄那味儿了 就在楚光试者接受了那离谱的画风 饶有兴趣地继续往后翻着的时候 萨漠紧张地看了一眼旁边的妹妹 用眼神和唇形无声交流 你疯了吗 干嘛把那个画册给他 众英好 冷静点 哥哥 你紧张过头了 仔细想想吧 他总会从别人那里知道的 不如我们主动澄清误会 众英好 看着那柔和的眼神 萨漠深吸了一口气 冷静了下来 他承认 那艘飞艇带给他的视觉冲击过于强烈 确实让他有些紧张了 好吧 不过我大意了 倒是没考虑到情报偏差会这么大 联盟的管理者居然如此年轻 就算有子嗣恐怕也没出生多久 众英好 没关系阿弗尼眨了眨眼睛 用唇形说道无论你做怎样的安排 我都不会介意 众英好 萨漠错愕地看着妹妹 那目光毫庸置疑 他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 缓缓闭了下双眼 他捏紧拳头 不忍地将视线挪开了 让管理者的儿子去阿弗尼市最好的选择 如果两人年龄相仿 等两人的孩子成年 他也不过四五十岁 就算善让了王位 也完全能当个摄政的亲王 将权力保留在密欢家族的手中 而到了那时 衰老的管理者已是暮年 联盟内部将进入权力交接的混乱期 势必无暇顾及附庸的状况 无论联盟最终分崩离析 还是平稳过渡 密欢王室都能掌握进退的主动权 然而让萨漠没想到的是 这位大人竟然如此年轻 无论是将阿弗尼嫁给联盟的管理者 还是嫁给他也许刚刚出生的儿子 都绝对称不上是一个好主意 一个野心勃勃 精力充沛 且正直壮年的领袖 就算自己比他活得更久 他也没有信心能作为这家伙的对手 一个能在混乱中扛住难民潮的冲击 并将那些被掠夺者吓破了胆的流民团结起来 甚至带着他们反杀回去 这种人的手段 绝非表面看上去那般简单 那老父亲般笑容的背后 定然藏着寻常人不可见的狠辣和果爵 他甚至不禁开始怀疑 自己那点小心思或许早就被看穿了 所以管理者才会把他请到这艘飞艇上 而目的就是为了向他展示联盟强盛的军威 并告诉他耍那些小聪明毫无用处 这是最后通牒吗 怎么办 萨漠的脑海中念头转得飞快 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 思考着如何破局 就在这时 那位联盟的管理者终于翻完了手中那本画册 笑着将他递给了一旁的禁卫队长 这画册画的确实有够离谱 我都不知道自己有了四个儿子 萨漠深表歉意的汗手 没能澄清传言是我们的疏忽 在回到绿洲之后 我会发布号令 将这些画册从市场上清除 楚光笑着说 那倒不必就让他们画去吧 如果出了新作记的送一本给我 楚光向吕北点了下头 示意他将那本画册还给阿弗妮公主 接着楚光看向了那位没清目秀的王子 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 你也发现了 你的请求我恐怕答应不了 我总不能把你的妹妹介绍给不存在的人 而且就算我有孩子 我恐怕也不会替他安排对象 他应该学会自己去追求姑娘 萨漠愣了一下 有点没听明白管理者的意思 或者说 没有料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这是在暗示自己 联盟不需要一个不存在的王国的附庸吗 阿弗妮看了哥哥一眼 心中轻轻一叹 知道他八成又是钻进了牛角尖 他的二哥打小就聪明 心思远比同龄人缜密 想来父亲也正是因此才把王位传给了他 然而想的太多既是他的优点 又是他的缺点 他的面前并非是宫廷中的权臣 也不是其他王国的国王 而是刚刚在正面战场上 重挫了军团精锐的领袖 大象在面对蚂蚁的时候 是不会炫耀肌肉的 更不会去暗示什么 他的存在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 如果那位大人想要什么 他根本无需向他们暗示 要么直截了当说出来 要么伸手去拿 为了给哥哥争取一点思考的时间 为了让会面不至于冷场 他眨了眨眼睛 从他那儿接过了话头 可是作为您的儿子 不应该更多的为联盟考虑吗 这个问题倒挺有意思 楚光虽然没太多关于父母的记忆 只记得把自己拉扯长大的爷爷 但倒是有思考过自己 当上父亲以后会怎样教育孩子 看着一脸天真的阿弗尼 楚光笑了笑说 没错 管理者的儿子应该这么做 如果我有的话 我也会要求他这么做 不过他可以通过别的方式 比如 比如成为一名科学家 比如去当一名老师 或者军人 或者工程师 不管是去研究所 医院 学校 工厂 工地 农田或者军队 这么多职业 他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 而别人又正好需要的 阿弗尼的脸上浮起了一丝惊讶 或者说困惑 这样就足够了吗 楚光笑着说 足够了 你眼前的联盟 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 作为父亲 我认为他能度过一段有意义的人生 不需度自己的光阴也就够了 至于别的 看他自己 阿弗尼沉默了一会儿 或许是想到了自己的童年 轻轻叹了口气 那您一定是个好父亲 楚光哈哈笑了笑 过奖了 阿弗尼好奇地继续问道 那您有妻子了吗 暂时没考虑过 也许等打完了这场仗之后吧 楚光开了句玩笑 他知道自己旁边的那些部下们都在想些什么 包括不在这儿的老卢卡 包括旁边那个自己毛都还没长期的吕北 所有人都巴不得他赶紧拉个人传宗接代 给联盟找个小主人 但正因为他们还抱着这样的念头 所以这件事情是不合时宜的 联盟是所有人的联盟 并不只是依据口号 沉沦了两个世纪的他们必须意识到 他们需要的从来不是什么救世主 他们自己才是 身为一名来自文明社会 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年轻人 楚光倒是没想过当什么皇帝 虽然他也没少和自己的玩家们玩西格马的梗 这么说可能有点理想主义了 但毕竟是自己带着大伙们一点一点而盖起来的屋子 他多少还是有点感情 他只希望晚年能过上太平日子 他的屋子别成了别人踹衣脚就倒的破房子也就足够了 这里承载了太多人的感情 发生在这儿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 阿弗尼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他看不出来那双眼睛在思考什么 不过他用抽象的语言描绘的那张蓝图确实很让人憧憬 虽然这并非沙海之灵的教会 但古老的建言告诉他 大象不会对蚂蚁说谎 如果他真是如此想着 应该不会为难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 联盟由生活在那的每一个人组成 就在苦思冥想的萨莫终于想好了主意 打算接过话题主导权的时候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密欢王国的小公主忽然轻轻提起了裙摆 单膝跪在了地上 那我可以吗 诧异、惊讶、茫然 以及惊喜的表情出现在了一张张不同的脸上 现场的气氛瞬间燃烧了 那应该算是求婚吧 反正联盟的法律之规定了结婚的年龄 也没有规定必须由谁向谁求婚 如果可以的话 吕北真希望管理者大人能答应下来 不管是谁都好 就算是外族也无所谓 哪怕他好吧 可惜他是个男的 着急也没用 然而遗憾的是 管理者并没有接受那位一国公主的求婚 不过那位秘欢王国的王子 仍然得到了他想要的那句承诺 我无法向你透露作战计划 不过联盟会出兵讨伐军团和他的仆从 无论是三号绿洲 还是二号绿洲的居民 都将获得最终的解放 我们不会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 但我们会履行避难所的义务 在那儿开办学校 叫他们科学的法则 叫他们开垦农田 即使是沙漠之灵也不得干涉 萨漠连忙说道 秘欢王室会配合您的工作 楚光点了点头 他并非没有私心 任何帮助都有代价 重视自己人的利益才是团结的基础 只不过他会选择一个相对温和的手段收取报酬 而长远的来看 教育才是消灭愚昧的良方 等到洛霞行省具备了改革的基础 那的人们自然会顺应历史的潮流 至于到了那时 秘欢王室打算何去何从 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 不过现在说这个还太早 真到了那一天 也许他们自己就求着要加入联盟也说不定 毕竟需要上学的不只是沙漠中的居民 同样也包括王室 玩家们从那个世界带来的思潮 多少会对他们产生一点影响 停顿了一会儿 楚光看向了表情带着失落的阿弗妮 你如果真的向往我所描述的那个世界 这些日子就在联盟的城市多走走和看看好了 我会给你们安排一位向导 他可不会自恋地认为 这个小丫头是对自己一见钟情了 所以根本没有任何不好意思 那种场合下说的话 无论是他哥叫他的 还是他擅作主张的决定 都没有任何参考的意义 如果是为了拯救被战火燃烧的家园 那他更应该通过别的方式 听完楚光说的话之后 阿弗妮轻轻摇了摇头 看着他认真说道 我不需要向导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允许我跟在您身边吗 我想成为您的学生 学生 楚光笑了笑 总感觉这个词有点怀念 毕竟他也才毕业没几年就被不由分说地送到了这里 可惜我不教书 也没时间叫你什么 不过在回去沙漠之前 你要是想找份工作打发时间 可以去帮我整理那些还没来得及分类的图书 那儿有不少有意思的书 来自遥远的繁荣纪元 或许能给你未来要做的工作带来一点启发 之前他从勇士那儿回收了不少藏书 都堆在了曙光城的仓库里 目前是行商工会在负责整理 但能腾出的人手不多 随着聚变堆的点火 企业援助设备的陆续抵达 联盟到处都是空缺的岗位 尤其需要拥有读写能力的人才 阿福尼温顺地点了下头 我会完成您交代的任务 楚光赞许地点头 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 或许自己的计划 会比他设想中的还要顺利 毕竟距离繁荣纪元之过去了200年 一切还不算太晚 还差一小段没写完 明天继续写了 让大家久等了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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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